第十五章 老师的浮王 处理完了那酒店闹鬼事件 王许全心投入到了灵气制作的研究中去了 而随着战斗的日子越来越近 猫爷的闭关也越发彻底起来 达到了不吃不喝足不出户的地步 这王许很难理解一个人如何可以做到如神仙一般不吃东西呢 所以他的推理就是猫爷在房间里吃食 当然了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顿甲天术的修炼让猫爷废寝忘食 食力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另一方面 宁家内部罪件是起了巨大的波澜 因为宁天德宣布了一件事 他要处决顿飞 宁风私下追问了顿宁天德无数次 为什么要杀死弟弟 而回答永远只有一个 就是断飞和阴阳界的莫灵有勾结 宁风知道这个不可能的 这套说辞可以瞒过整个猎鬼界 却瞒不过他 因为他看到了父亲眼中的无奈和悲伤 所以他决定救出断飞 靠自己的力量查明真相 但是 秦风大人 好久不见了 哦 对了 现在应该叫你楚江王大人了 不知这次找我有何吩咐啊 水影瑶说 韦池 你可认识宁家的小姐 认识 就是您身边这位嘛 那好 你替我照顾他一段时间 水影瑶说着就把昏倒在他怀中的宁风推到了韦池的怀里 这美人就是昏倒了脸上也带着浅笑 那模样美得让人不敢直视 这韦池接住他时不时的老脸还一红 大人 您这究竟是闹哪样啊 你不必多问 他受了些伤 你好好照顾 待我办完了事 自然会来接他 如果他醒了自己要走 你也不必拦他 暗中跟随保护就是了 哦 对了 如果他要回家 你就制服他 把他带回来 水影瑶走了 剩下韦池一个人呆呆的傻站在那 他只是苏州猎鬼界的一个小人物 不属于任何一个世家 也没有什么特别交好的朋友 随便从哪一点来看 都是那么的不起眼 四年前 二十岁的韦池半路出家当了猎鬼者 因为他无亲又无故又很宅 非常符合干这行的要求 结果他的师父在他参加新人评估的前夕 一命呜呼了 给人的感觉就是 这老家伙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随便找了根朽木来做传人 然后就撒手人寰了 而三年前 在刘航和骑兵这两个世界的新人耀眼的光芒下 韦池这个仅仅杀戮前五十的新人 没给人留下任何的印象 他就是这样一个很难给人留下印象的人 不过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 韦池也有他的人生理想 他有个独特的兴趣 就是研究道福 就像每个疯狂的科学家一样 他日以济夜的研究着自己的兴趣 也不多于与别人接触 认识他的人只知道 韦池是个傻傻的老实人 满脑子除了什么福什么的 什么都没有 而他的绰号也成了福王 这称号乍听之下好像很唬人 其实是因为他的灵能力和灵识是一塌糊涂 实在想不到和福无关的绰号了 直到几年以前 水映尧在一次任务中结识了他 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韦池表现出的实力 让水映尧大为吃惊 虽然他基本上算是靠搞着科研研究的猎鬼者 但出手却是毫不含糊 可能正是因为他对研究道福以外的事情 毫无兴趣 才造成了这样一个偏科的奇才 而如今事实就证明了 韦池这小子的脑子呢 并不是除了福什么都装不下 因为宁峰此刻就闯进了他的脑子里 美女就这样安详的躺在了韦池的床上 而这床的主人却是在房间里 手足无措的来回转圈 名副其实的坐立不安 他想干脆就出门出去转转 转念一想又不太放心 万一有强盗闯空门可咋办呢 于是他继续在房间里眉头苍蝇的乱转 他此刻的心情形象倒是比喻说是床上放了一箱白粉 他连碰都不敢碰 但又不能弄丢了 终于在他转了足足两个小时以后 宁峰恢复了知觉 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枕头和床单上有着陌生男人的味道 女人呢总有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 宁峰的脑子立刻清醒了大半 坐起来的身紧觉得看着在床边傻站着的男人 你是谁 我怎么会在这里 你对我做了什么 这三个问题很经典 却很难回答 不过韦池却能够回答 因为老实人说老实话 我是韦池 父王韦池 楚江王大人将你送到我这里来 我什么都没干 我在这屋站了两个小时了 宁峰想起来了 这就是那个他老爸开宴会 都懒得请来的同道尾池 都是苏州猎鬼界的同道 多少人多少见过几面 死人的风评不错 也就是说老实八交实力一般 很难很难给人留下印象之类的 这个名字起得倒挺好 这人傻傻的样子 的确符合那个迟钝的池子 宁峰心里莫名的蹦出了这么个想法 他摇头把古怪的念头赶出脑子 我昏迷了多久 尾池不是一板还是一板一眼的回答 从你到我这里开始算 应该有两个小时零 零九分钟了 宁峰真是无言以对 他看了看 看了一眼墙上的挂立 然后起身要离开 尾池问道 你要去哪啊 宁峰还在回忆昨晚的情景 断飞拒绝离开 父亲亲手打伤了他 直到他负伤逃到了水应窑那里 他几乎是脱口而出道 我要回家 谁知他不说不要紧 一说出来 尾池这傻小子就站到他面前拦住了他 不想 宁峰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你说什么 老实人还是老实的回答 我说不想 不过在旁人听来 他这回答相当嚣张 就凭你 你想拦着我不成吗 宁峰心中有莫名的邪火生了起来 连你这不起眼的小角色也敢拦着我 他当即就准备出手教训一下这个福王了 但这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出人意料 这么有趣 宁峰又被尾池放到了床上 他还十分小心翼翼的帮宁峰盖好了被子 说了句 你受伤了 你注意休息 宁峰真是哭笑不得 这个小子的整个房间就像个大陷阱 随手一挥就有几十道定身符压过来 而且哪一张都不是一般的货色 换谁来都没辙 他在床上挣扎了几下 发现完全动弹不了 于是开始使用了女人有力的武器之一 你放开我 不然我就喊了 韦池拿了刀头 然后又点了点头 好像得到了某种提示似的记住了一张静音符 此刻的宁峰真想吐血 第十六章 天生克星 韦池是个可靠的人 所以水应遥将宁峰托付给了他 而此时的苏州 还有一个靠得住的人可以帮忙 这个人就是古臣 也就是猫爷 虽然极不情愿 但他知道 独自去面对宁天德 底气终究不足 所以还是来到了王许 他们所住的酒店 当水应遥敲响猫爷的房门时 正好遇到了来找猫爷的王许 不好意思 我走错门了 王许一看见水应遥立刻扭头就走 那表情就好像撞破了某些好事似的 水应遥一把抓住他的筋绑 你想说什么就说嘛 王许黑黑一笑 我没什么好说的 其实你每天趁机摸进他房间这种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到处出去讲的 在王许被暴打了一顿以后 猫爷听到了敲门声 其实他之前就靠在门上听着王许被揍 谁啊 哼 明知故问 哦 那进来吧 他打开了门 王许用鄙视的眼神看着他 那眼神意味深长 诉说着一个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 你这人很容易误解别人知道吗 猫爷关上门对王许说道 老孟我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将你们俩捉肩在床 然后遭到了灭口一样 他这一句话还没说完 又遭到了水应遥的拳脚相夹 有这么一种说法 心情不好的时候 找个不开眼的人揍一顿 就能让你神情气爽一些 水应遥今天算是体会到了 有件事 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这就对了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说不开的 你这五年里 要是能和我这么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那就什么问题都说开了 猫爷表现的是相当激动 好像他等这个机会真的很久了 可惜世事不皆如人意 这水应遥还是沉着脸 我和你的私人夜 到决斗那天自会了断 没什么好多说的 我找你来是另有骑士 这样啊 这家伙立刻露出了非常失望的表情 王许在一旁看这家伙的表情 真想笑出来 这世上真是一物相一物 断飞出事了 你知不知道 猫爷叼上了一支烟 恢复了 恢复了颓废的睡下 他能有什么事啊 难道挑起梁家妇女 被公安局抓了 哎 你以为人家都像你呢 色猫 水应遥还没回答呢 王许就把这句话给说了说了 猫爷冷哼了一声 哎 你这种被当做跟踪狂逮捕过的人 就不要随随便便发表意见了啊 王许被戳到了痛处 只好识趣的闭上了嘴 水应遥对这两个痞子实在是无语了 两句话就扯到了天边去了 他只好把话题拉了回来 昨晚 宁峰来找我 说他父亲近期内就要把这个段飞处死 理由是勾结莫领 意图不轨 水应遥的话刚出口 猫爷就瞪大了眼睛 骂了句脏话 他妈的 原来是他 我早该想到了 王许又问道 哎 什么是他啊 那段飞究竟是谁啊 猫爷简单的跟王许说了下段飞的情况 王许想了想 那照你这么说啊 他真的有罪 不然怎么他的养父都要杀他呢 猫爷回答了他八个字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水应遥不解道 你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招魔阵啊 水应遥很快便答道 古书中记载的转界大阵 完成大量的科科条件 然后将十万生计献给异界之魔 从而借其力量 打开空间裂口 到底是当上楚江王的人啊 问不倒你啊 水应遥才不理他的马屁呢 你的意思是 段飞是招魔令的发动条件之一吗 能够控制灵能量流动的能力 举个例子吧 他就像个路由器 召唤阵呢 招魔阵 发动时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 王许问道 哎 那莫领那帮人渣发动什么鸟阵的时候 他不露面藏起来不就行了 你还不明白吗 这是个陷阱 王许一愣 随即道 哦 那老年头是想用自己的儿子钓鱼 没错 莫领要的是一个活着的段飞 所以他们迟早会来抓人 这世上没有防贼千日的道理 要想解决问题就得出狠招 如果我估计的没错 宁天德近期之内就会向猎鬼界宣布 要将段飞这个勾结莫领的叛徒 公开处死 他到时候挑好良辰吉日 摆好场面 莫领的人不得不出动来抢人 而那时候 我们这边人多势众 要是重创了莫领 那他们的患魔阵 大计也就宣告破产了 等等 你们从哪里得知的消息 莫领要发到 发动着幻魔阵啊 水应谣看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 自己却有一些一头雾水了 于是猫也把秦广王和平等王两人的话 又转述了一遍 水应谣啊 微皱着秀眉 我身为十殿阎王 他们都没有通知 为何先来找你啊 猫也怂怂见 可能因为你最近未情所困 所以脑子不太好使 于是猫也也被水应谣揍了一拳 过了一会儿 猫也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哎 对了 宁峰现在怎么样啊 他还不知道这是陷阱呢 只以为宁天德要杀段飞 所以去救人 最后被自己的父亲打伤 逃出来以后 便来找我了 因为他知道苏州猎鬼界 只有我不给他叠面子 猫也又问 那他现在在哪啊 伤得重不重啊 安不安全啊 水应谣盯着他眼睛 看了两秒 你好像很关心他呀 难道你也是宁家小姐的追求者之一吗 猫也的脸色显得很不好看 我跟你说正事了 你施什么干错啊 水应谣和绣脸一红 谁知 猫也直接打断了他 宁峰和段飞姐弟情深 而且又是宁天德的掌声明珠 如果莫灵把他抓起来 要宁天德用段飞来换 你说结果会怎么样啊 另一边 韦池啊 煮熟了泡面 端到床边放下 然后自己也盛了一碗 坐到桌子边吃了起来 喂 我不能动 我怎么吃啊 宁峰抱怨的 韦池抬起了头 嗯 有道理啊 于是这呆头呆脑的家伙 搬了张凳子坐到床边 然后拿起面就准备喂他 你干什么呀 谁要你喂呀 你解除放给我 我自己吃 之前你上厕所土壇 眼睛进了沙子 三次 解咒都企图逃跑 我不会再相信你的 一句话 当着女孩子念书出来 你不会觉得尴尬吗 宁峰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确实是脸红了 老实人说老实话 韦池想了想答道 不尴尬 那倒是真的 你连做都做得出来 他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 于是宁峰只好让他喂着直面 你干嘛这么色秘秘的看着我 我没有 韦池还在说着实话 你就有 你看人 你看你这人就一直一副色秘秘的样子 这属于典型的没事找茬 你这么说 很不合理啊 这世上根本没有你说的一种人 色秘秘的起床 色秘秘的刷牙 色秘秘的挤公车 色秘秘的工作 色秘秘的吃饭 根本没人能做到这样 宁峰彻底没了想法 他也明白 这世上当真是一物降一物 于是尾池为他吃完了面 帮他擦了擦嘴 最后还问了一句 泡面很咸 你要不要喝水啊 你给我滚 不行 我打滚会把汤扫在地上的 宁峰啊 听了两眼一番 他真想昏过去算了 此时啊 在离尾池住处一公里的某栋大楼顶层 我不行了 这小子这是极品啊 这段太那么般配了啊 一个小男孩捧腹大笑 看他这样子就差点在地上打滚了 你到底怎么听到了什么 这么好笑 问这话的不是人 而是一句骨头架子 有什么好大惊的 你算听了你也不会笑的 骷髅笑了也看不出来 小男孩说到最后 却像自被自己给逗乐 又笑的弯下了腰 那骷髅转过了头 黑洞洞的双眼看着尾池家的方向 他对小男孩说道 哎 你可别走神了 莫领的人随时会到 如果那小子到时不行了 我们就出手保护那丫头 虽然猎鬼界很讨厌 但召唤阵 召磨阵也太过分了些 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小男孩好不容易停下笑来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有正义感了 难道和那个雨昕一样 看上猎鬼界的哪位吗 就不怕人家死 见了你 被你活活吓死 骷髅冷哼了一声 你这小鬼 话里没句正经的 小小年纪懂得到不少 可惜 你看事情终究太单纯 雨昕这女人 逮度的狠 一切都是她安排的戏罢了 她脱离组织不是因为什么爱情 恰恰相反 是为了复仇 小男孩还是笑着 你就看吧 说不准哪天啊 她假戏成真 到时候 来了来了 她突然止住了笑 显然是发现了什么情况 到底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到底这个小男孩和骷髅是什么人呢 到底他们为什么要保护宁峰呢 咱们休息两分钟 后文书中 会给大家一一的分解 感谢大家的收听